前面给大家讲了电阻和电容 我们接下来呢讲一下电感 首先还是给大家看一些电感的图片 认识一下常用的一些电感 这是一个信圈电感 这是一些贴片电感和插件电感 这是一个购膜电感 购膜电感是用来捋除购膜干扰的 像这些贴片电感上面都有一些电感量的标识 电感也是有直标法和色标法 这是一些小的电感 这就是我们经常见的一些电感 那么什么是电感器呢 我们来对它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电感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电磁感应元器件 我们都知道当线圈通电之后会产生一个感应磁场 磁场呢又会产生感应电流来抵制线圈中电流的变化 那么电感就是这样的一个器件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它是抵制电流的变化 理想的电感它是没有能量损耗的 它只是一个储能元器件 它并不像电阻 电阻阻碍电流的变化 阻碍电流 在电路当中是阻碍电流的 电阻呢本身是一个耗能元器件 它自身会消耗一定的能量 这是电阻和电感的不同 电阻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呢 电阻是由气包线或纱包线 或者是一些素皮线 缠绕在骨架磁心或者是铁心上面 这样扰制而成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些线它的外皮都是有绝缘的 电感通常是用字母L来表示 电感的单位是亨 这个呢需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图片 图片上面是直接有这个电阻的 有电感的感量 电感量的一些标识的 那么这个标识呢 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 比如说像这个3R3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它表示的是3.3为横 这个R用在数字中间 或者是数字前面是小数点的意思 它跟电阻并没有什么关系 而现在呢它的读取电感量的基准是V横 这也是3.3V横 那么电感的一个换算 单位的换算关系呢 就是一横等于一千毫横 一毫横等于一千V横 一V横等于一千纳横 初识电感的同学们很容易在 电感的单位换算这出错误 请大家留意一下 下面是电感在原理图当中的一些表示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以上呢 就是对电感的一些出户认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电感的一个特性 电感有哪些特性呢 电感的一个典型特性就是通直流 组交流 讲到这儿大家可能回想起上节课我们讲的电容 电容是隔直通交 直流通过的时候 它相当于段路 交流通过的时候 它是一个充放电的过程 相当于把能量 转存一下 释放出去 那么电感呢 它是通直流 组交流 这也跟刚才我们介绍电感 什么是电感 电感对是当电感 当电感上的线圈产生感应磁场的时候 那么感应电流会阻碍线圈中电流的变化 那么当通过直流的时候 当这个电感当中通过直流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直流是一个恒定的值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那个感应磁场是不变化的 它的磁力线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 认为它不会产生阻碍 这个电流变化的一个感应电流 所以呢 在通直流的时候 电感可以认为是一个导体 或者是理想的电感 可以认为成它是短路的 而在交流通过的时候 交流通过时 磁力线随着时间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那么变化的磁力线 会在线圈的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式 从而产生一个感应电流 来阻碍交流的一个 也来阻碍线圈中电流的一个变化 这就是电感的一个特性 通直流 阻交流 而且在高频的时候 这个对交流的阻碍作用 也就是说电感的阻抗是非常大的 这是电感的一个特性 而且在电感的应用方面 也经常能够用到它这个特性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感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和分类形式 可以把电感分成不同的类别 我们在这里说的呢 主要是一些经常用到的电感的类别 比如说按照封装形式分 有贴片电感和插件电感 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 可以根据我们PCB版图的需要 来选择这个电感的封装形式 另外一个呢就是按照频率分 分为高频电感 中频电感和低频电感 如果按照用途分呢 就分为震荡电感 隔离电感和滤波电感 说到这儿 我们下面就要讲一下 电感的一些用途 电感有哪些作用呢 首先电感有一个滤波作用 讲到滤波 大家又会想到上节课 我们讲到的电容 实际上电容我们在讲的时候 也有一个滤波作用 电感和电容的滤波作用 有哪些区别呢 在这里有些同学问过我 说这个为什么要滤波 比如说直流为什么要滤波 其实通俗一点讲 我们说的直流 它是一个恒定的直 输出的有可能是一条恒定的直线 但是当我们用湿波器观察它的时候 它并不是一条非常干净的直线 它上面会有一些尖峰毛刺 这就涉及到一个 纹波电压或纹波电流的概念 我们要想去除这些干扰 我们就要把毛字去掉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滤波 滤波呢分为有缘滤波和无缘滤波 在这里我们讲到的 用电感来滤波 或者是用电容来滤波 都属于无缘滤波 电感有什么作用 电感有什么特性 电感是通直流 组交流 对吧 也就是说通过电感的电流 它是不能突变的 而电容呢 是隔直通交 通过电容的电压是不能突变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电容在电路当中的滤波作用 电容对直流电是开路的 阻抗带 而对交流电的阻抗非常小 因此我们通常把电容并连在复载的两端 当电容在电路当中电压增大的时候 就会储存能量 储存能量 相当于给电容充电 而当电压载小的时候 再把能量释放出来 这样子经过电容滤波出来的电压 就比较平滑 电容就起到了一个平波作用 当然它是对电压起到了一个平波作用 而电感 电感对直流呢 阻抗非常小 相当于短路 而对交流的阻抗比较大 因此通常把电感串联在电路两端 在电路当中 当电压增大的时候 电流会增大 那么电感中的电流增大了 电感就会存储能量 当电流减小的时候 电感再把存储的能量释放出来 这样经过电感的电流 就会比较平滑 电感对电流起到了一个平波作用 这也是利用了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的这个特点 通过刚才的讲解大家可能也在想了 他们俩适用的电路不一样 那么电感通常适用于电流比较大 而电压比较低的电路 这样子的话它的滤波效果比较好 而电容呢 它通常用在电压比较高 而电流比较小的电路当中 这样子它的滤波效果比较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电路 下面这个电路实际上是一个 电感和电容组合的一个滤波电路 通过电感和电流 这样子的话 就会对电流和电压 同时起到一个滤波作用 它的滤波效果会比较好 这是电感的滤波作用 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下电感的震荡作用 就LC震荡 LC震荡我们在上节课也提到过 但是我们没有详细的讲解 首先我们来讲解一下 什么是震荡电路 那么能产生大小和方向 都随周期发生变化的电流 叫震荡电流 能产生震荡电流的电路 叫震荡电路 LC震荡电路是一种最简单的震荡电路 我们可以通过下图 来了解这个过程 在这个图当中 L和C形成一个回路 理想状态下 这个弧路当中是没有能量损耗的 它只是一个能量传递的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 电容上是充满电荷的 能量都积聚在电容上面 然后呢 电容放电 形成一个向 向电感方向流向的一个电流 电流向这个方向流 直至电容上的电全部放完 而这时候的能量是存储在电感上面的 下一步 当电感上的电流慢慢减小的时候 由于电感的惯性 电感的电流是不能突变的 因此电感还是朝着这个方向有电流 因此就会给电容 从这个方向进行充电 再次将能量返回给电容 电容的这一段变成了正极 这一段变成了负极 之后 又会有一个放电的过程 放电的过程就是 电容从这个方向 然后又给电感充电 这样子 直至电容上的电 全部 返回到电感 然后之后 电感又 又根据它的惯性 这样给这个电容充电 电容充电是朝这个方向 这边又是正 这样子 又回到了第一个图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流程 看到这个流程 相信大家就对这个 这个过程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了 下面这个例子呢 讲的就是一个 单管半导体收音机的电路 它是由电感L和电容C 组成的一个选频网络的震荡电路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天线线圈 这是一个天线 就是无线天线 那么通过天线 接收到的信号 这个C1和C2和L1 形成一个并联斜震电路 他们把这个 接收来的信号进行选频 选频 然后把这个信号 由L1感应到L2 L2经过这个三级管的放大作用 VT的放大作用 然后将这个能量 传递给L3 L3是一个固定电感器 它在这主要是滤波 然后把那些高频信号滤去 让音频信号通过 从而传递给耳机 这就是一个单管半导体 收音机电路的一个电路 大家在课后可以再认真地看一下 这个电路 最后呢就是一个延迟作用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电感上的电流 它是不能突变的 而且电感的电流是 滞后电压90度的 因此它 它有一个延迟作用 这个就不多讲了 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些电路 这个是一个音频输入的一个电路 它也是通过LC的一个选频 就是把高频和低频分开 主要让大家看的是后面这个电路 后面这个电路它是一个滤波电路 就是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滤波 首先呢就是这个 820V交流电通过这个变暗器 然后又通过一个整流 过来的信号要经过这个 单另一个电感来滤波 这个是可以滤波的 但是单单纯的用一个电感器滤波 这个滤波效果不是很好 如果要达到很好的效果 对于这个电感的那个 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对于实际产品当中 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的 而且这个电感的体积会非常大 如果我们加上一个电容的话 组成LC一个滤波 这个呢就同时对电压和电流 都会起到一个滤波作用 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 在下面一个电路呢 不同的是 这个是一个电池啊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R 跟电池相匹配的一个R 电阻R 那么这个呢 是经常用于我们手机电路当中的 一个滤波电路 实际上这个电池的话 我们可以粗略的来讲 我们可以把电池认为成是一个 很大的电容 电池当中的那组也是非常小的 这个就是经常应用于 电池充电 充电电路当中的一个滤波 这个呢是两节LC滤波 这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电路 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电路 两节LC电路已经就是效果非常好了 大家可以在以后的设计当中借鉴这种方法 最后呢 给大家留意到小小的思考题 就是如果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在客厦自己动手 饶制一个电感线圈 然后来自己就是体会一下 这里的饶制线圈 并不是要求你去设计一个某一个 某一个值的某一个电路当中的一个线圈 只是让自己粗略的饶制一下电感线圈 感受一下 就是能够体会一下我们这堂课所学的内容 我们在绕制线圈的时候 首先要明确一个知识点 也是大家经常走入误区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要知道电感值是什么 电感值实际上是电感的一个固有属性 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通常是跟线圈 七包线 以及我们绕制的方法有关系 跟电路当中的频率和电流没有关系 所以说你绕制电感线圈的时候 你只要知道怎么去选择线圈 七包线以及绕制的方法就可以了 对于频率和电流 它不是影响电感的一个固有属性 就像电阻一样 我们虽然可以通过电压和电流来求出电阻值 但是电阻值是电阻的一个固有属性 它和电流和电压没有关系 对于这个线圈的话 我给出一个图来 这就是经常建的一些很普通的小线圈 大家可以用那些七包线 可能大家手边经常有的是那种素皮线就可以了 来绕制一下 那么绕制的方法呢 有单层绕制和多绕制 咱们就用最简单的单层绕制 就是绕一层 这样来绕制就可以了 大家绕完了之后呢 可以测试一下电感值 这个电感值用什么来测试呢 测试电感的话 我们可以用数字电桥来测试电感值 还有一种就是有专门的一个电感表 电感表来测试电感值 这是留给大家的一个 课后动手的一个小作业 大家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试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所要所讲的电感器 前面给大家讲了电阻和电容 我们接下来呢 讲一下电感 首先还是给大家看一些电感的图片 认识一下常用的一些电感 这是一个信圈电感 这是一些贴片电感和插件电感 这是一个共模电感 共模电感是用来滤除共模干扰的 像这些贴片电感上面都有一些电感量的标识 电感也是有直标法和色标法 这是一些小的电感 这就是我们经常见的一些电感 那么什么是电感器呢 我们来对它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电感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电磁感应元器件 我们都知道当线圈通电之后 会产生一个感应磁场 磁场呢又会产生感应电流 来抵制线圈中电流的变化 那么电感就是这样的一个器件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它是抵制电流的变化 理想的电感它是没有能量损耗的 它只是一个储能元器件 它并不像电阻 电阻阻碍电流的变化 阻碍电流 在电路当中是阻碍电流的 电阻呢本身是一个耗能元器件 它自身会消耗一定的能量 这是电阻和电感的不同 电阻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呢 电阻是由气包线或纱包线 或者是一些素皮线 缠绕在骨架磁心或者是铁心上面 这样绕制而成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些线它的外皮都是有绝缘的 电感通常是用字母L来表示 电感的单位是亨 这个呢需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图片 图片上面是直接有这个电阻的 有电感的感量 电感量的一些标识的 那么这个标识呢 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 比如说像这个3R3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它表示的是3.3为亨 这个R用在数字中间或者是数字前面 是小数点的意思 它跟电阻并没有什么关系 而现在呢 它的读取电感量的基准是V横 这也是3.3V横 那么电感的一个换算 单位的换算关系呢 就是一横等于一千毫横 一毫横等于一千V横 一V横等于一千纳横 初始电感的同学们很容易在 电感的单位换算这儿出错误 请大家留意一下 下面是电感在原理图当中的一些 表示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以上呢 就是对电感的一些初步认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电感的一个特性 电感有哪些特性呢 电感的一个典型特性 就是通直流 组交流 讲到这儿 大家可能回想起上节课我们讲的电容 电容是隔直通交 直流通过的时候 它相当于段路 交流通过的时候 它是一个充放电的过程 相当于把能量 转存一下释放出去 那么电感呢 它是通直流 组交流 这也跟刚才我们介绍电感 什么是电感 电感对 是当电感 当电感上的线圈产生感应磁场的时候 那么感应电流会阻碍线圈中电流的变化 那么当通过直流的时候 当这个电感当中通过直流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直流是一个恒定的值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那个感应磁场是不变化的 它的磁力线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 认为它不会产生阻碍 这个电流变化的一个感应电流 所以呢 在通直流的时候 电感可以认为是一个导体 或者是理想的电感 可以认为成它是短路的 而在交流通过的时候 交流通过时 磁力线随着时间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那么变化的磁力线 会在线圈的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势 从而产生一个感应电流来阻碍 交流的一个 也来阻碍线圈中电流的一个变化 这就是电感的一个特性 通直流 阻交流 而且在高频的时候 这个对交流的阻碍作用 也就是说电感的阻碍是非常大的 这是电感的一个特性 而且在电感的应用方面 也经常能够用到它这个特性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感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和分类形式 可以把电感分成不同的类别 我们在这里说的呢 主要是一些经常用到的电感的类别 比如说按照封装形式分 有贴片电感和插件电感 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 可以根据我们PCB版本 PCB版图的需要 来选择这个电感的封装形式 另外一个呢 就是按照频率分 分为高频电感 中频电感和低频电感 如果按照用途分呢 就分为震荡电感 隔离电感和滤波电感 说到这儿 我们下面就要讲一下 电感的一些用途 电感有哪些作用呢 首先电感有一个滤波作用 讲到滤波 大家又会想到 上节课我们讲到的电容 实际上电容 我们在讲的时候 也有一个滤波作用 电感和电容的滤波作用 有哪些区别呢 在这里有些同学问过我 说这个为什么要滤波 比如说直流为什么要滤波 其实通俗一点讲 我们说的直流 它是一个恒定的直 输出的有可能是一条 恒定的直线 但是当我们用试波器 观察它的时候 它并不是一条 非常干净的直线 它上面会有一些尖峰毛刺 这就涉及到一个 纹波电压或纹波电流的概念 我们要想去除这些干扰 我们就要把毛刺去掉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滤波 滤波呢 分为有缘滤波和无缘滤波 在这里我们讲到的 用电感来滤波 或者是用电容来滤波 都属于无缘滤波 电感有什么作用 电感有什么特性 电感是通直流 阻交流对吧 也就是说通过电感的电流 它是不能突变的 而电容呢 是隔直通胶 通过电容的电压 是不能突变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电容 在电路当中的滤波作用 电容对直流电是开路的 阻抗在 而对交流电的阻抗非常小 因此我们通常把电容 并连在复载的两端 当电容在电路当中 电压增大的时候 就会储存能量 储存能量 相当于给电容充电 而当电压载小的时候 再把能量释放出来 这样子经过电容滤波出来的 电压就比较平滑 电容就起到了一个 平波作用 当然它是对电压 起到了一个平波作用 而电感 电感对直流阻抗非常小 相当于短路 而对交流的阻抗比较大 因此通常把电感 串联在电路两端 在电路当中 当电压增大的时候 电流会增大 那么电感中的电流增大了 电感就会存储能量 当电流减小的时候 电感再把存储的能量 释放出来 这样经过电感的 电流就会比较平滑 电感对电流 起到了一个平波作用 这也是利用了电感中 电流不能突变的这个特点 通过刚才的讲解 大家可能也在想了 他们俩适用的电路不一样 那么电感通常适用于 电流比较大 而电压比较低的电路 这样子的话 它的滤波效果比较好 而电容呢 它通常用在电压比较高 而电流比较小的电路当中 这样子它的滤波效果比较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电路 下面这个电路实际上是一个 电感和电容组合的一个滤波电路 通过电感和电流 这样子的话 就会对电流和电压 同时起到一个滤波作用 它的滤波效果会比较好 这是电感的滤波作用 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下电感的震荡作用 就LC震荡 LC震荡我们在上节课也提到过 但是我们没有详细的讲解 首先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是震荡电路 那么能产生大小和方向都随着都随周期发生变化的电流 叫震荡电流 能产生震荡电流的电路去到的震荡电路 LC震荡电路是一种最简单的震荡电路 我们可以通过下图来了解这个过程 在这个图当中 L和C 形成一个回路 理想状态下 这个回路当中是没有能量损耗的 它只是一个能量传递的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 电容上是充满电荷的 能量都积聚在电容上面 然后呢 电容放电 形成一个向电感方向流向的一个电流 电流向这个方向流直至电容上的电全部放完 而这时候的能量是存储在电感上面的 下一步 当电感上的电流慢慢减小的时候 容易电感的惯性 电感的电流是不能突变的 因此电感还是朝着这个方向有电流 因此就会给电容从这个方向进行充电 再次将能量返回给电容 电容的这一段变成了正极 这一段变成了负极 之后又会有一个放电的过程 放电的过程就是电容从这个方向 然后又给电感充电 这样子直至电容上的电 全部返回到电感 然后之后电感又又根据它的惯性 这样给这个电容充电 电容充电是朝这个方向 这边又是正 这样子 又回到了第一个图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流程 看到这个流程 相信大家就对这个过程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了 下面这个例子呢 讲的就是一个单管半导体收音机的电路 它是由电感L和电容C组成的一个选频网络的震荡电路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天线圈 这是一个天线 就是无线天线 那么通过天线 接收到的信号 这个 这C1和C2和L1形成一个并联斜震电路 他们把这个接收来的信号进行选频 选频 然后把这个信号由L1感应到L2 L2经过这个三级管的放大作用 VT的放大作用 然后将这个能量传递给L3 L3是一个固定电感器 它在这主要是滤锅 然后把那些高频信号滤去 让音频信号通过 从而传递给耳机 这就是一个单管半导体收音机电路的一个电路 大家在课后可以再认真地看一下这个电路 最后呢 就是一个延迟作用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电感上的电流 它是不能突变的 而且电感的电流是 滞后电压90度的 因此它 它有一个延迟作用 这个就不多讲了 最后呢 给大家看一些电路 这个是一个音频输入的一个电路 它也是通过LC的一个选频 就是把高频和低频分开 主要让大家看的是后面这个电路 后面这个电路 它是一个滤波电路 就是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滤波 首先呢 就是这个220V交流电通过这个变暗器 然后又通过一个整流 过来的信号要经过这个 单另的一个电感来滤波 这个是可以滤波的 但是 单单纯的用一个电感器滤波 这个滤波效果 不是很好 如果要达到很好的效果 对于这个电感的那个 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对于实际产品当中 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的 而且这个电感的体积会非常大 如果我们加上一个电容的话 组成LC一个滤波 这个呢 就同时对电压和电流 都会起到一个滤波作用 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 在下面一个电路呢 不同的是 这个是一个电池啊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 R跟电池相匹配的一个 R 电阻R 那么这个呢 是 是经常用于我们手机电路当中的 一个滤波电路 实际上这个电池的话 我们可以 粗略的来讲 我们可以把电池 认为成是一个很大的电容 电池当中的那组也是非常小的 这个 就是经常应用于 电池充电 充电电路当中的一个滤波 这个呢 是两节LC滤波 这也是非常 常用的一个电路 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电路 两节LC电路已经 就是效果非常好了 大家可以在以后的设计当中 借鉴这种方法 最后呢 给大家留意到小小的思考题 就是 如果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在课下自己动手 饶制一个电感线圈 然后来自己就是体会一下 这里的饶制线圈 并不是要求你去设计一个 某一个 呃 某一个值的 某一个电路当中的一个线圈 只是让自己粗略的饶制一下 电感线圈 感受一下 呃 就是能够体会一下 我们这堂课所学的内容 我们在绕制线圈的时候 首先要明确一个知识点 也是大家经常走入误区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要知道电感值是什么 电感值实际上是电感的一个固有属性啊 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通常是跟线圈 七包线 以及我们绕制的方法有关系 呃 跟电路当中的频率和电流没有关系 所以说你绕制电感线圈的时候 你只要知道怎么去选择电线圈 七包线以及绕制的方法就可以了 对于频率和电流 呃 它不是影响电感的一个固有属性 就像电阻一样 我们虽然可以通过电压和电流 来求出电阻值 但是 电阻值是电阻的一个固有属性 它和电流和电压没有关系 对于这个线圈的话 我给出一个图 来 这就是经常建的一些很普通的小线圈 大家可以用那些七包线 可能大家手边经常有的是那种素皮线 就可以 嗯 来绕制一下 那么绕制的方法呢 有单层绕制和多绕制 嗯 咱们就用最简单的单层绕制 就是绕一层啊 这样来绕制就可以了 大家绕完了之后呢 可以测试一下电感值 这个电感值用什么来测试呢 测试电感的话 我们可以用数字电桥来测试电感值 呃 还有一种就是有 有专门的一个电感表 电感表来测试电感值 这是留给大家的一个 呃 课 课后动手的一个小作业 大家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试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所要 所讲的电感器 谢谢大家啊 就看了» 这就是大家的电感值 现在这个电感值 disaster 一样嘿 130 上 我